好了 剪了嗎 呃 你們要剪嗎 我有剪 這把你比較長的剪掉 可以剪嗎 可以剪嗎 好了 剪了嗎 呃 你們要剪嗎 我有剪 哈哈哈哈 完蛋了 來 拍一下你的手勢 有去上課了 我就把你比較長的剪掉 看到了嗎 好 假姐就走過來說 小偉剛剛都沒有拍到你 那我在那邊親什麼意思 對不對 現場沒有人告訴我 但是你有親 親了三次吧 就是 以後我就跟張曜仁在那邊這樣 開心在那邊這樣 現場就沒有拍到 根本沒有拍到我們 我覺得他最特別的是他有一場是在酒吧 然後導演就說你等一下就真的跟就是要親 但是他後來看那個回放就說 其實從中到尾都沒有拍到他 嗯 嗯 對 沒有 那是那個 第十集 第十集 對 然後導演就說那個你等一下是真親 然後到最後他發現 欸 那個是張曜仁 張曜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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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曜仁其實是有我親的 對 第十集 其實有看到他啦 一點點畫面 那因為他對我們來講太好 因為賈姐就走過來說 欸 曜仁剛剛都沒有拍到你 蛤 那我在那邊親什麼意思啊 對 然後也沒有 現場沒有人告訴我 但是你有親 親了三次吧 就是 欸 水以後我就跟張曜仁 在那邊這樣親了 開心在那邊 現場就沒有拍到 根本沒有拍到我們 我們是在背景 在後面 然後前面拍這個 曾經華跟賈姐 是兩個人都沒拍到 我們兩個都沒有被拍到 但也沒有人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在畫面裡面 是賈姐快子快說 欸 她根本沒有拍到你 這是為了範圍嗎 不知道 我跟導演真實比較多 是劉俊軒 因為 的確劉俊軒雖然是在 香港 也以美艷方面來製造 可是他 的確對於台灣的那個 自己是不夠 搞 所以 除了獨頭 在華人組上一樣 我跟導演 換來換去 我寫了劉俊軒 這個角色 那當然 這個角色 的確也演得非常好 很多好像蠻多 百分之百 百分九十九的人 喜歡這一次 對劉俊軒 表現也是 很 可圈可欠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 劉俊軒是你挑出來的角色 不是我挑出來的 是聯繹 聯繹一齊 阿力寶的 劉俊軒 因為那個單元其實 很難找 那個單元 我記得那個單元 是最後決定的 對 因為我跟他對峙了很久 就是 對峙是你不想要嗎 是我不想要 因為我覺得他對於台灣觀眾 還過度陌生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能夠 跳一些台灣觀眾 比較熟悉的面孔 那後來 就是我們要交換條件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就換了 誰 拍攝天數少兩天 對 預算是哪邊增加一點 那你這邊就是 我就妥協一點 不知道哪邊 你可以 我們就彼此做一些妥協 就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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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